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间新闻秀方点题节目 这几年两岸电视产业发展 大陆不止已经超越台湾 同时正在逐步拉开距离 在电视剧的制作方面尤其明显 雄厚的资金吸引了很多台湾艺人蹊径 而这集做客我们节目嘉宾的 正是在大陆耕耘有成的演员霍建华 许多台湾艺人是眼而优则倒 而霍建华呢更进一步 他自己投资当了老板成了出品人 当然他的前辈呢 有林心如 吴奇隆等人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看戏剧圈 这波艺人兼老板的风潮 步步惊心让四爷吴奇隆爆红 席卷华人市场魅力无发大 四大哥确实是十三大哥所为吗 此事却被儿臣所为 而臣也不知道是不是十三弟所为 细致的演技刻画出雍正皇帝沉稳内敛 令人猜不透的性格 而吴奇隆的爱恨纠结紧紧抓住观众目光 步步惊心大卖 吴奇隆决定转型投资拍戏 新戏赶进度却老遇到下雨延误 这才知道老板 如果说一天没拍戏的话 那个正常来说那老板会哭的 吴老板的心情跟这个天一样的 如果你死我一定想随便 因为负业这一生 却还有一个 我不要 要说眼而幽则倒 林心如肯定是模范生 处女座寝室黄飞 2011年一上演 就夺下大陆全国卫视收视冠军 观看人数超过三千万人 网络点击率破四亿次 大赚了17亿元台币 连牛心脉也成全 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 然后带人非常好的一个 除了是制作人演员 然后我觉得又是一个很棒的老板 因为每次就是问他说 你现在在哪 你要不要一起吃个东西干嘛 他说我在员工旅游 你在哪 员工旅游巴厘岛 就是真的觉得很棒 但他的员工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在大陆拍电视剧题材多元 但为了拥有更多自主权 陆续有台湾人 跟上了这一波演员兼老板的风潮 喜剧金玉良缘 在台湾上榜 大胆用闵南语歌曲 当配乐 还出现了台语版配音 小生当了老板拍新戏 郭建华很有想法 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部戏 我觉得我自己也成长了 对 我的想法不是一个演员那么狭隘的 郭建华出示提升拍电视剧 在两岸市场开出红盘 追照前辈们的好成绩 演员兼老板投资拍戏 拥有丰沛人脉搭配雄厚资金 俨然成为演艺圈热门的赚钱方程式 当然我想关注一个演员 很多人关注两个部分 一个是他的作品 他的演艺上的一个专业表现 另外一个是他的个性 那么对我来讲 我觉得你的个性是很突出的 比方说你不开围 你比较少接商业活动 还有包括我看到你的粉丝有的抱怨 说你这个跟他们见面四年一次 像办奥运会一样 为什么 我觉得要做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是要用你的作品 去跟大家交流 而不是你本人说很多东西 去让观众了解你 所以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让自己是 本人尽量少说话 让你的作品 让你的角色去帮你说话 所以这是我一直在做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就是你慢慢的开始做出品人了 开始做幕后的东西了 你就不能不出来 所以有时候是被你逼得出来 说很多话 对 那么当一个出品人 跟当一个纯演员有什么不同 我相信很多朋友问过你这个问题 今天节目当中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细节 或是几个故事 因为我身兼老板之一 又加上我是男一号 所以我 因为你全部时间都待在现场 你就不能像其他的投资者一样 我坐在办公室 看看你们能拍我的片子怎么样 你不能这样 因为你每天都在现场 有一天我们就中午到了现场 然后就 我就吃那个盒饭 就便当 然后有一个行动演员 跑过来看着我 我在吃盒饭 我吃的是跟他们一样的 他说你怎么吃这个 我说怎么了 你说你是男一号 你是明星 你不能吃这个的 你应该是 应该是有特别 有帮你准备的 我说你是嫌我们去煮盒饭 不好吃吗 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吃这个 当场我们争执起来 对 我说你也是演员 我也是演员 我们是平等的 他是为你教区 但是他的观念很不正确 我就说 为什么你要带一个 主观意识去想我的 我的生活呢 对 说不知也许 我就根本不上餐厅 我每天吃路边摊的人 等下我觉得 我觉得很怕人家 你要带有色眼镜去看 我觉得那样很不好 你跟我们讲几个刺激的故事 好不好 从你入行到现在 比方说有些状况 是你匪夷所思的 你碰到 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等等 难以抉择的 有没有 太多了 太多了 比如说放假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 连续假期的时候 我们在横店拍戏 就有很多的游客 那是 那是 那是大概 几百万的游客 在影视城里 我根本没有办法拍戏 因为我已经被 就是 就是我连厕所没有办法去 对 是很多的困难 我没有办法上厕所 对 我很坦白的我讲 我没有办法上厕所 因为我出去就完蛋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最后是被 被 被工作人员 带回我自己的车上 车上 然后我再 在 简单解决 简单解决 然后我再 最后再到两步 我没有办法上厕所 很多的无奈 你会觉得说 不知道你怎么解释 这个事情 我再次一步 你说我才能解决 你rir 我再有什么事